在于历史上的1月23号在世界各地又发生了哪些重要大事件 现在就带您去一一回顾 1973年1月23号 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所扮演的军事角色告一段落 2年多后南越落入北越首州 最终南北越由越共统一 1968年美国海军间谍船普维部落号的谍报任务遭到北韩逮捕 11个月后船员才被释放 1977年翻拍爱丽丝哈利原著小说描述黑奴迈到美国的故事 迷你电视影集跟在ABC首播之后掀起收视狂潮 2004年因演出儿童影集代鼠船长家喻副晓的美国演员鲍伯基森过世 享年76岁 2005年主持老牌脱口秀金眼秀 赤唱美国电视圈的名嘴强尼卡森辞世 享年79岁 以上就是历史上的1月23号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